新冠肺炎在香港,疫情反彈 年年24歲的女歌手施康喬,證實中招 成為香港首中確診的藝人 年代經理人劉麗萍、Apple姐 和她的男朋友麥德羅 還有一個宣傳人員都確診 麥德羅現在在威爾斯醫院隔離病房 接受觀察、檢驗和治療 我們打電話找過她 聽得出她聲線沒甚麼力 星期三已經開始了,比較糟糕 發燒、高燒,接著立即看醫生 眼神打給我,叫我收拾東西 她有車來接我去威爾斯晨房 今天已經好些了 沒有昨天那麼辛苦,因為吃了藥 但麥德羅就說未有好驚 現在由於醫院缺乏床位 所以同女朋友要分開醫院 另外JR在7月8日 曾經跟C康喬為謝高鎮新歌發布會 擔任嘉賓 對C康喬確診新冠肺炎 JR非常驚訝 她向我們表示 晚上約了醫生做心喉測試 還說自己剛剛出新歌 宣傳期間拍影響工作 前一天才開完show 她問身邊朋友 有些都說自己有咳、喉嚨痛和出紅塵 自己暫時沒有任何症狀 但都會盡快檢驗 至於邀請C康喬做嘉賓的謝高鎮 她回覆我們說 每天都有十多宗個案 都不能擔心太多 而同樣前一個星期 見過C康喬的蔣家瑩 她回覆我們說 現在帶著工人姐姐和兒子去醫院檢驗 又說前天上完無線節目 有公司、同事一齊 大家全程都沒有戴口罩 現在全公司的同事和歌手都要去做測試 C康喬除了出活動 她還去過新城電台做訪問 同常連DJ共四個人都沒有戴口罩 為C康喬做訪問的新城DJ林子謙 指已經即時去到診所 拿心喉退役瓶做測試 她還說已經收到公司的指示 暫時不用回電台 而同C康喬同樣確診的公司宣傳人員 連日離走訪新城 商台和無線組宣傳 變成人浴傳播機 現在娛樂圈真是人人致危 對呀 免疫力太弱就說容易病 什麼免疫力太厲害都不行嗎 為什麼還要吃這麼多保健的產品呢 如果免疫系統那麼厲害 環境又沒有病毒沒有病菌被打的話 那個免疫系統可能就會厲害 就會去打回自己的組織 MING PAO CANADA IN INDADE